感谢黄杰在台风天还想到我 我们知道这几天彰化的灾情严重 我们都在雪区看灾 那在雨势严重的时候 我们只能从旁协助 不想要影响到救灾的情况 那在雨势消缓的时候 我们到现场去看灾 也不嫌希望影响到灾民重建的 这样子的一个工作 那还有就是这一次的彰化 不管是海边与山边以及河边 所有的农业 渔业 以及养殖跟蓄业 还有工商产业都受损非常严重 那今天副院长来看灾 我们也希望中央跟地方 能够共同协助我们的民众 早日回复灾前的情况 开米台风造成高雄烟大水 成为全台重灾区 民进党立委黄杰遭质疑 为到灾区看灾 他26日晚间在脸书承认 25日人不在国内 会深自检讨行程安排不当 未能及时排开行程 在风雨前返台 下不为例 而黄杰的脸书 自23日起都只有图卡 分享防灾资讯 直到遭职以后 才在26日贴出刊灾照片 但照片中也没有黄杰的身影 日前在脸书 帮市民携寻黄杰的 高雄市议员许彩珍 在脸书爆料 选区淹水 黄杰度假 收割照片 假装忙 指出 全高雄都在找的黄杰大立委 在神隐儿一整天后 贴出了许多第一线人员 辛苦就栽的照片 但照片越看越不对 我们前心灵古炎的委员 为什么会贴凤山区公所的照片 徐彩珍指出 一问之下才知道 照片是抓里长贴在群组的照片 徐彩珍 痛批本人不在 大方承认 真的没关系 但最难过的就是 为了圆滑 才逃去抓照片 收割第一线人员的辛苦 看到大家在说 黄杰委员辛苦了 真想问是抓照片辛苦了 还是收割辛苦了 该不会最后结果是 出国玩辛苦了吧 凯米台风 25日从桃源出海 外围环流 河滨西南气流 形成台风尾 在中南部造成水患灾情 尤其以高雄最为严重 但选区在高雄的民进党立委 黄杰却独独未见踪影 而黄杰26日 在脸书表示 他和几位李宁 深深拥抱致歉 因为昨天人不在国内 我会深自检讨 行程安排不当 未能及时排开行程 在风雨前返台 下不为例 黄杰强调 无论是灾前准备 灾时调度 灾后救助 他都心系家园 随时掌握状况 联系协调 盘点此次灾害设施的不足 后续实在有许多需改善的地方 他画风一转称 这次蓝白刻意锁定他 侧翼蓝眉和酸明 以不成比例的篇幅攻击他 是想为盐宽衡 高红鞍 两个贪污饭 转移焦点吗 说穿了这些酸明 从来不是真心在意高雄 更不理解高雄 面临什么处境 不在国内的蓝营区域 立伪多的事 因此 他们都静悄悄不敢出声 黄杰直言天灾 不需要口水来酿成人祸 更不需刻意制造恐慌 女对立 还有许多能做更好的地方 我会持续努力 但面对外地人 带有政治目的的仇恨炒作 攻击高雄 我不会畏惧 这次台风呢 按照惯例 大家又要来 表演一下 看灾政治学 很多人都在斜寻黄杰 你过去酸别人嘛 酸韩国瑜啊 酸国民党啊 到处酸啊 那现在被人家酸就刚刚好而已 我们的赖清德呢 他说美农这边 以前莫拉克的时候 淹一层楼 那现在只淹30公分 表示我们治水有功 治水有成 表示我们做的好棒棒 好一个头啦 真的只有淹30公分吗 像台海底的剧烈降雨 导致高雄淹水灾情严重 高雄市的七位立委 都来到现场勘灾 关心灾民 但却因为发文中 独确立委黄杰 导致他被网友发难 而虽然他事后 在脸书贴出 团队同仁协助处理灾情的照片 但仍被质疑 他人根本不在台湾 而对此 资深媒体的谢寒冰 也受访分享看法 这次台风呢 按照惯例 大家又要来表演一下 勘灾政治局 那就可以看到 就是高雄的立委全部出动 因为高雄立委全部都民进党 然后全部都到处在脸书 社群网路平台上面 那个上面勘灾自己 这些到处勘灾的这些画面 那这个OK 你说他作秀也无妨 为什么 因为他确实有去啊 有去 然后登上来顺便宣传一下 没什么不对 可是你可以看到一个人 叫黄杰 黄杰过去酸韩国瑜啊 酸国民党啊 到处酸啊 结果这一次呢 就发现 诶 怎么只有他的团队 没有他本人的照片 他人跑哪去 那很多人都在斜巡黄杰 那实际上 现在看起来 他好像根本不在高雄 就出去了 本来老实说 我觉得 利用惠奇控党出去度个假休息一下 或是出国 我觉得都无所谓 这很正常 但是问题是 黄杰为什么这次被酸 因为 你过去酸别人嘛 那你过去酸别人 那现在被人家酸就刚刚好而已 可是我必须讲啊 就是台湾现在已经被民粹弄的 每一个首长都戒胜恐惧 大家 生怕民众不知道 他就在贪灾 他就在 整个协助 整个救灾工作 因为如果没有的话 马上就被人家K 这是对的吗 我觉得首长做好自己分类该做的事就好 而不是像卢秀燕这样急急忙忙跑回来 然后讲我觉得这种东西大可不必 像 我觉得有一些人如果你有国外的行程就去啊 你要有副手 除非灾情真的非常非常严重再回来 我觉得台湾应该要往这个方向走 如果不往这个方向走的话 说真的台湾会变得越来越民粹的轨道 那我们的赖清德呢 诶 也很厉害 他等到灾情差不多了就跳出来 跳出来马上宣传要补助 加码补助 我觉得加码补助很OK啦 这个没什么太大问题 大家当然也很感谢他 可是问题是 他在讲什么 他说美农这边哦 以前莫拉克的时候淹一层楼 那现在只淹30公分 表示我们治水有功 治水有成 表示我们做的好棒棒 跑你个头啦 拜托 真的只有淹30公分吗 美农当地的人 骑山那边的人都说 好像15年前的恶梦又回来了 因为有些地方你淹到一公尺深 你钻捡这种 只有低洼的地方 只有淹一点点的地方 然后淹得高的地方你就适合不见 就硬要去说自己治水有功吗 是这样吗 像这些 比如说这些高雄这些水淹得特别厉害 雨量特别大 说什么1400公里 然后拿来比台北比较少的地方 46公里 拿来做这样的比较 这样比较有意义吗 我觉得今天天灾发生了 就是要赶快救灾 赶快检讨自己哪里还有做的不够 而不是满脑袋想的就是宣传 满脑袋想的就是把自己的快乐 把自己的攻击建筑在灾民的痛苦身上 这是最要不得的一件事情 台湾的政治人物真的要好好想清楚 我们看到高雄的风灾大家都非常关心 在市水上面 如今高雄的大水淹 非常的严重 你黄杰身为一个高雄的民意代表 你要跑去哪里了呢 而另外一位政治的网红 王毅川 我们看到台中还没有灾情的时候 你严厉的在检验 卢秀燕市长在造谣说台中是群龙无首 后来才发现应变规则里面 根本就载明 顾秘书长以上是轮值来中理防灾的业务 这根本就是经不起检验 所以我们在这边全民都要携寻 黄杰、王毅川 不应该政治的双标 当一个政治的网红乱喷口水 应该出来讲清楚说明白 谢谢大家